创造营2019已经第二周了 我们出现了南版杨超越 就是于浩然弟弟 已经有人把杨超越的直拍和于浩然的直拍 做了一个对比 我们都知道这种偶像选秀节目 它实际上是一个励志的过程 最后能胜出的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 最后胜出的可能是贯注了观众粉丝们的期待的那一个人 比如说杨超越是全村人的希望 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诞生了一个于浩然 他又是谁谁谁的希望呢 这个语言没法描述啊 浩然弟弟的这个跳舞的画风 非常的猛很可爱 那么第二个现象就是我们的这个 回锅肉 著名的回锅肉 马雪阳 还有张远啊 已经有人在网上在巴这个张远的张远简史 在十年前他就跟姬姐 有了那些非常有趣的恩怨 那么这个回锅肉现象 也代表着一个我们现在这个大宗大剧时代的一个困境 就是节目好多呀 但是呢真正有才华的明星太稀缺了 传说中呢这个优爱腾 优酷 腾讯视频 爱奇艺 这几年密集的推出很多的这个选秀节目 突然之间就101个女生 突然之间又101位男生 从直男相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创造营2019 他最有趣的话风 就是性感靓丽的女教官迪丽热巴 跟101位青春期的这个 大部分是青春期的男生啊 也有也有这个已经可以叫大叔级了 这张远和马雪阳 那这这这个靓丽性感的女教官和101位 这个这个非常帅气英俊的这个帅哥 青春期少年的这个病治 就首先就能猎杀很多的流量 四位导师也很棒 我真的是看着这个苏友鹏和郭富城长大的 我们那个时候 全班男同学一半都输着郭富城 郭富城的这个中分头 苏友鹏这次在创造营上面的这个表演 基本上就是苏友鹏简史嘛 梳理了一下苏友鹏 从他青色的青苹果乐园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 王源的爸爸是苏友鹏的粉丝 已经出道三十年了 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 没有那么多的明星来来粉 那么现在这个创造营呢 对于这个仪女相的这个粉丝 可能是一个福音吧 这个仪女就甲乙丙丁的仪啊 仪女相 这个是来自日本的说法 那么他出现一个逆后宫的这么一个现象 你说现在的女孩子 可以 现在女孩子的老公太多了 就在在在偶像的 爱豆的这个角度啊 刚刚喜欢玩吴亦凡 然后又得要犹豫要不要喜欢陆寒 那喜欢玩陆寒没多久 又得要琢磨着要不要去喜欢蔡徐坤 深爱了蔡徐坤一段时间 又得纠结了 然后余浩然弟弟又出来了 这么漂亮 这么萌 对吧 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 仪女相的这个观众粉丝来说 真是一个福音的 这种逆后宫的效果 那这个 今天的确是一个 人人都能成为超级明星 15分钟的时代 这句话呢 最早是来自于 美国的波普艺术家 或者叫大众艺术家 安迪沃和的名言 在传媒的时代 每个人都能成为 15分钟的超级明星 但是这句话呢 在今天的中国 它真真正正成为了一个现实 这是我们粉丝们的福利啊